Nithya Nanda 大家好,我是Nithya Kailasa Nanda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神 师婆神的转世是在沙凡达 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也是在地球上唯一的开悟的文明 Kailasa的复兴者 昨天呢 大师在开示中讲到了 同样的这个话题就是 虔诚的这个欺诈的行为 大师讲的虔诚的欺诈呢 不是被别人欺诈 而是被你自己欺诈 但是这个结果 你自己欺诈自己呢 事实上也是被社会洗脑 大师讲的这个欺诈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自我怀疑 自我否定和自我痛恨 简单的讲的就是 我认为我不可以 我认为我不行 我认为自己没有人爱 我认为自己是受害者 我认为人生是针对我 我认为别人不爱我等等 所有的这些 或者是我的能力有限 或者是我的这个出身不好 我的可能性没有 或者我不聪明 我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自己的 是Paramashiva这个最终极的身份的一个否定 也就是说呢 大师讲 我们最终的现实呢 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Paramashiva 也就是说你是无所不能的 无所不在的 无所不有的 这个认知呢 被这个社会所 这个无意识的社会所扼杀 造成了我们的所有 对自己真实身份和能力的否定 这个就是大师所讲的 这个虔诚的欺诈 这所以叫做虔诚是因为我们非常的 无知的 让自己活在这种自我怀疑 自我否定和自我痛恨中 都根本不知道这是错误的认知 所以呢 大师说 这段时间我们一定要 把这个注意力放在 去认知到自己的 自我怀疑 自我痛恨和自我否定 然后要了解 这是被现在无意识的社会洗脑 所造成的 错误的认知 而不是我们真实的身份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在想到自己的时候 只有一个认知是正确的 就是我是Paramashiva 我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可以 无所不在 无所不拥有的 这是我们唯一的身份认知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也希望所有人都能消化大师 这两天所给的 这个最强大的 巧有力的认知 然后也希望所有同修呢 都来参加Paramashiva 我们的这个课程 来接受大师的 最强大的这个 宇宙真理的揭示和教导 还有点化 在毕业之后呢 参加到Paramashiva Ghana这个志愿者的团队呢 继续你的灵性 快速的提升跑道 感谢大家 你添了灯